TCR世界巡回赛乌拉圭站第二回合 中国赛车手马清华夺冠创造历史 他成为第一位驾驶中国赛车在世界级比赛夺冠的中国选手 马清华1987年12月25日出生于上海 是首位进入F1的中国车手 是第一位在F1大奖赛周末登场的中国人 虽然F1之路未能成功 但是他的坚持 让其最终成为中国车手在房车赛领域的天花板级人物 此前马清华曾在世界房车锦标赛VPC以及房车世界杯Walker中夺冠 而这一次 马清华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车手驾驶中国赛车在世界级赛事当中夺冠 同时 这也是马清华在领克Sian Racing车队夺得的首个分战冠军 颁奖典礼上 马清华高举五星红旗庆祝 中国速度再度闪耀世界 TCR世界巡回赛是全球最高级别的房车赛事 车手积分方面 中国车手马清华134分位居积分榜第九位 之前 马清华的父母曾透露 为了培养儿子 以花光家底